來 課本就翻到Reading的單字的部分 在你們的第八頁 第八個地方 那因為我不知道是你們的第幾個單字了 所以請你們自己寫下來 下一個單字叫Remember 它是一個動詞 就是記得 可是這個字呢 你要廢除的地方 就是平常我們句子絕對不能犯什麼作用 小鼻 這個字後面它可以加g 它後面可以加ing 所以你先寫個e 它的相反 相反 一 相反 就是忘記嘛 所以forget是忘記 remember是記得 那這兩個字的後面 不管你加去還是加ing都對 只是它的差別在哪 你寫一下好不好 加去是對的 加ing是對的 所以不管是forget還是remember 你要記得有去都是還沒有做過 譬如說他忘記吃藥了 他是真的還沒有吃的 那叫he forgot to take medicine 這是第一種 只是還沒有做的 另外一種呢加來ing 他是已經做過 只是他忘記了 所以譬如說he forgot to take medicine 這句的語意 文法都對 可是是什麼 他吃過藥 但是他忘記了 所以只要有to有ing的 在英文裡面呢 平常啊我們都是二選一 那不管是記得忘記 還有一個是叫stop 這三個字的後面呢 加出加ng的語音 不太一樣 可是文法都對 所以他記得要去做這件事 叫he remembers to 什麼什麼 所以你怎麼去判斷 你就記得to就是去 既然是去 就是他接下來要做的動作 表示他還沒有做過 那如果是remember加ng 他做過還記得 所以這一個呢 要請你們寫的地方 就是他的文法的部分比較特別 知道嗎 所以forget跟remember 中文都可以 他兩個呢可以加to也可以加ng 那to就是還沒ing就是已經做過的 好下一個單字呢 叫做that 它是一個形容詞 強調的是一個狀態 所以上次我有寫給你嘛 就是他死了十年了 你不能he has done it 因為他是一直做 一直做一直做 排排之下 因為通常都是一個持續的狀態 所以你要寫的that 這個字呢 來備註寫的1 如果今天我們持續 這個人啊 他的死亡的狀態 已經持續了多久 請你寫has been 這樣一個 d-a-d d-a-d-o 然後呢 加一個for 再加一段的時間 表示這個人呢 死亡的狀態持續多久 第二個呢 dad這個字呢 雖然他是形容詞 他有另外一個形容詞 叫做dying d-y-i-n-g 那差別在哪 第二個呢 是真的已經來得不及了 dying呢 是他持續不斷 就是他不能講持續不斷 他是trace 強調的是呢 他可能很努力想脫 可是快死的那種 可是快死的那種 所以dying dying呢 有個垂直的 哇 非常大聲 麥克風幫我聲音切 切一下 切一下 好 那我就繼續囉 所以這個dying呢 就是垂直的 好 然後呢 他的動詞 記得再提醒你一下 他的動詞是d-i-e 那他是規則 所以加d就好了 然後他的名詞 是death d-e-a-t-h 所以跟dying這個字呢 相關的 大概你要知道的就是兩個形容詞 也一個動詞 也一個名詞 好 再來下一個單字 三公六婆啦 大概都是啊 所以呢 先寫一下喔 runerton 這個字是一個名詞 可以數 因為你有很多人 爸媽那邊的親戚嘛 媽媽那邊的親戚嘛 所以這個字呢 可以數 可以數喔 他可以加s 不過你要知道的是 這個字本身 他一開始 其實不是長這樣 所以你先寫名詞喔 他是一個親戚 親戚啊 親戚啊 然後寫個e 本詞 叫relate r-e-l-a-t-e 那通常呢 你跟什麼什麼東西啊 或是跟什麼什麼人有關 他用to 不是withel 他用的是to 所以relate to呢 就是跟什麼什麼有關 所以寫個r 他的第二個名詞呢 叫relation r-e-l-a-t-l-o-n 所以你們兩個之間 彼此之間的關係 強調那種彼此之間的關係 叫relationship 所以叫friendship 就是你的友誼嘛 那relationship呢 就是你們親戚之間那種 強調那種抽象的那種關係 所以這兩個字都是名詞 上面這個relations呢 你寫關聯 relationship呢 就是親戚關係 他強調的是關係 好 太快了吧 那你再去看一下影片 好 來 下個單字 阿飄 那因為這個字 你自己用畫的 如果你畫得出來的話 我是覺得那麼厲害 是因為我覺得他滿貼切的 就是第一個阿飄沒有叫嘛 所以他剛剛是在空中 說為什麼叫阿飄 就是沒叫啊 在空中飛來飛去 所以你要先知道 是goes這個字能可數 他真的可以數 鬼的單位用什麼 我還真不知道鬼的單位叫什麼 好吧 那就寫一下好 所以呢幫我寫了goes month 我們講的 那因為萬聖節 欸對不起我寫錯 就是我們外國的鬼節 是在萬聖節 那我們的話呢 是農曆七月 所以那叫goes month g-h-o-s-t-m-o-f goes month 大寫 中元節 我想中元節 中元節好了 就是鬼節 就那一個月 可是也沒有人規定一定是人怕鬼啦 其實有時候說不定 人比鬼太可怕 所以不見得一定是我們 也沒有人規定一定是人怕鬼啦 沒有人規定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看到鬼在這下海要死 說不定其實鬼會更害怕 他覺得看到人會更害怕 只是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自己先害怕了 好了 再來下一個叫做later 這個字要花一點時間寫 是因為他蠻多要補充的 來第一個 你先寫 你看一下喔 他是副詞喔 可是因為這個字加成er 在英文裡面 通常加er是比較急 加點叫做batter 比如說toler happier 那這個字呢 你先備註 一開始你先寫個e 他一開始喔 是late 最原始最原始的形容詞是late 可是呢 他變成比較急 跟變成最高級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第一個 如果我們今天強調是時間 待會見吧 叫see you later later 強調時間喔 那如果以時間上來講 最晚的 那個叫latest later test 這個字你備註一下 他強調是時間上的晚 時間喔 那另外一種呢 他強調的是順序 就是譬如說我們兩個人排隊好了 你排比較前面 我要排iphone14 你排第一個 我排最後一個 那我是比較後面的那一個嘛 那你就記得 如果今天我是比較後面的那一個 你就記得它是兩個t 你就記得兩個t的排隊 這個強調是順序 i'm the latter 所以我是最後一位 叫i'm the last l-a-s-t 所以這個字呢 它本身它是順序 一個是時間上的晚 一個順序上的比較後面 所以呢 這個字呢 你有不同顏色的筆 我就建議你拿另外一個筆出來 是因為通常l-a-t-t-r 你會看到它的相反 叫former 前者 the former the latter 這兩個在滿長提示的 前者是誰 或者是誰 所以也因為這樣呢 第一個你要先寫的是l-a-t-e 這個字 它的比較極有兩個 它的最高極也有兩個 可是一個強調時間 一個強調順序 好 然後寫個2 這個字本身喔 它是副詞 不過呢 因為l-a-t-e 這個字 再加l-y 它也是副詞 也是副詞喔 那它的語意是什麼 寫一下它叫做 最忌 譬如說 你進來如何啊 How have you been lately 它強調的是最近地 地方的地 所以就有個概念喔 加個地方的地 大概就是英文來講 就是副詞 那白鋪的the 就是英文的形容詞 好 這是第二個要寫的 沒有問題喔 好 也因為這樣 所以記得喔 late它可以強到時間上輪完 所以它很晚回家 叫一個home for late 沒有late的油 late加個油完 就變成墜劑 所以不要被騙 好來下一個單字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人 叫candy 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因為candy這個字 你平常看到啊 它其實是不加s的 有時候會 你把它去y加s 是各式各樣的糖果 所以candy這個字呢 平常不可數 所以你要數是數手 一盒糖果 一包糖果 所以那個呢 不可數的時候 它加的是單位量子 譬如說a box of 就是一盒棒 那因為糖果有很多種 所以看你要寫哪一種 譬如說第一個軟糖 像我搬的是軟糖掛的 就是gallet candy 就是軟糖 然後candy can這個字呢 聖誕節會吃到 紅色白色 就是 可是我覺得它超難吃的 我覺得它味道很噁心啊 然後第三個呢 叫hard candy 就是硬的 所以軟糖就是salt 當然也可以 可是它比較不是強調那種 QQ的那種 就是那個小熊軟糖那一種啦 gummy bear 對對對 所以為什麼叫gummy bear 因為它強調是那種QQ的那一種 那salt candy有沒有salt candy 有 它可能就是你的糖果放久了 然後可能有點硬軟掉的那一種 所以糖果的這麼多 看你要不要寫 那可以等於sweets s-w-e-t加s 因為它就是甜的東西 所以candies你可以加s喔 可以等於sweets 可是因為sweets它可以常常 不只是糖果 它可以是甜食 甜的東西 所以candies呢就是糖果 那sweets呢也可以寫甜食 好下一個單字叫做meel 你只要寫一個東西就好 因為meel這個字可以數 一天吃幾餐 合理來說有人吃六餐 早餐早午餐午餐午餐 下午茶晚餐宵夜有沒有 就是一天我們吃六餐 所以你要知道呢 是一天三餐寫這個片語 叫three meals a day 合理來說啊 不過因為現在這陣子比較夯的 是168嘛 那168的話呢 它就是強調一天就吃兩餐 就是你的大概晚上八點過後不要吃 直接到隔天的中午 那你要怎麼辦 就是早上不要起來 就睡到11點多 喝個水12點再吃 這樣就16個小時 你就16個 你早餐跳過 可是呢 因為有一派的人 會覺得早餐超級很重要 因為早餐是最重要嘛 所以早餐吃得像皇帝 中午吃得像平民 晚上吃得像乞丐 這樣一天三餐 你是可以瘦的 可是現在更多的人會發現說 如果你早餐不吃 其實它可以延傳你的血糖 你這樣子真的太快 所以合理來說 到底是three meals 還是two meals 見仁見智 以你們現在來說啦 我到今天你們吃三餐啦 現在都不要減 現在這身體健康比較重要 好了 再來下個單字要寫的呢 只有一個 記住 我要跟什麼人分享什麼東西 它的順序 是share don't eat with 一個人 就是人放後面 share with with 人 人放後面 就這樣就好了 因為最常找的是這個字 share don't eat with 一個人 那你去一加ng 這個share 什麼時候會看到 你的銀行 一年大概可能一次來兩次的利息 那個利息 它叫share 好了 再來下個單字呢 叫story common點的是故事 不過如果你未來是打算去英國留學的 英國遊學的 你就要知道這個單字 來寫個一 複數是stories 可是寫個二 它等於梅雨的floor f-l-o-r 它強調的是樓層 所以一棟三層樓的那個建築物有沒有 那個叫 three-story building 那中間就一槓 a story不要去玩家 不要去玩家的意思喔 因為它當形容詞的時候呢 它會變成 形容詞是沒有複數的啦 所以 three-story building 就是一個三層樓的透天 我們講的是透天 這個字記得是樓層 好 再來下個單字要寫的 最有三派 sweep swept 然後來 swept 對 abb的那一種 你就寫個1 sweep swept swept abb的那一種 三態一樣 沒了 所以你掃地啊 你可能要用掃把 你可能要用笨斗 笨斗 笨斗 我不會唸 笨基 笨斗的啦 算了 因為我重點不講這個 好來 下個單字叫lively 這個字喔 你先寫一下 它本身是充滿活力的 充滿活力的喔 那要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寫個1 真正呢 這個字 它是形容詞 它是形容詞喔 所以呢 你要寫的是什麼 另外有一個字叫alive 這個字呢 它的相反 是dead的 就是隔壁的 所以lifely呢 它是很有活力的 可是alive呢 是活著的 所以它的相反 是dead的 那寫個2 還有一個字也 是形容詞 一樣唸life 它不唸live 它唸life 那這個字唸life的時候 其實它是直播的 譬如說 the broken life 就是它是直播 它強調的是直播 隨加有彎 不見得一定都是 術詞喔 不一定 好 再來下個囉 下個呢 叫做touching 其實你就記懂喔 像ing大概就是形容東西的啦 ing嘛 所以thing think啊 就是東西嘛 所以ing 我們會找這種ing的形容詞 所以通常呢 你可以寫的東西是什麼 寫個東西 is touching to 人 寫個something 算了 我不要寫something 這個東西 is touching to 一個人 就是這個東西呢 對這個人而言 是令他感到非常感動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那個 觀光局的廣告 台灣 will touch your heart 台灣 will touch your heart 就是這個東西會感動 直接加touch 你可以加es 我可以加es喔 因為動詞可以加es 名詞的複數加es嘛 所以東西 touches人 就是這個人 因為這個東西而感動 那如果是人 那主詞呢 就是這個人 is touched touch touch t-o-u-c-h 那我們就會加ed 因為它是被 後備的這件事情 給感動了 不過因為那時候啊 那個光光局用這句話 台灣 will touch your heart的時候 很多外國人其實有點不太懂 很多啦 因為他畢竟語言用法的關係 後來慢慢慢慢知道 所以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不過實際上 其實最不OK的也是人氣 因為台灣人有些還真的不少人 其實是有點太小便宜 所以像Costco他們的東西 就是可能用到最後一天吃到 剩最後一口他們還可以拿去退貨 我真的覺得那個臉皮是綁蛋的 真的是都穿不透那種 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它是他們的會員制 所以就不要做總澳洲來的你知道嗎 澳客不要不要當澳客 澳洲來的客人不要 好了 再來最後一個叫做Fear 那Fear這個字你備註它是名詞 它強調的是恐懼 強調的是恐懼這一件事情喔 所以呢你備註的地方是它是名詞 不過呢如果你要把它變成形容詞 你就加上FUL就好了 所以呢你寫個E 它的形容詞叫做Fearful F-E-A-R 就是充滿恐懼的啦 其實加上FUL大概都是形容詞 所以譬如說什麼Careful Beautiful 什麼大概什麼Fearful 加上FUL都是形容詞 好嗎 所以你什麼都不怕 那個叫Fearless F-E-A-R 然後把FUL去掉變成LESS 就是無所畏懼的 什麼都不怕 什麼都不怕 什麼都不給阿那一種 好 那還有一個字在那個課本的最下面 另外跟課文有關 我放大一點在這兒 有看到嗎 這裡它叫Masican 就是墨西哥人 所以American是美國人 這個要提醒你 好沒問題我們就來看課本 哎呀 先看一下動畫 The Day of the Dead I visited my friend Rosa in Mexico I was there for the Day of the Dead on November 1st and 2nd We invited the ghosts back to our world We painted our faces and dressed up in costumes Later we danced at a street party It was so fun Back at Rosa's house There were flowers, candles, candy and food on the table Her family cooked a big meal for everyone and then shared touching stories of their dead relatives with me For Mexicans The Day of the Dead is all about love not fear 好 課本的第七頁 因為我們也有啦 其實我們中元節 可是我們要拜的 這樣只有我們自己的親戚 就是四年半上的好兄弟 我們都可以 不過這個其實因為拜完 進到誰的肚子 他是你的肚子啦 我以前超愛中元節 是因為我們可以借 就是借這個機會 買我們家最想吃的泡麵 餅乾 來 所有你想吃的都可以買 因為那一天就拜拜 就沒有什麼機會 就能吃 反正你喜歡吃什麼 就買什麼就對了 好 來 課本的第七頁囉 好啦 右上角呢 有個東西 先幫我把那個 around the world 寫個當作 worldwide 畫起來 這裡 around the world 那它可以等於一個單字 就是全世界 世界各地 所以它叫worldwide 那因為每個國家 有不同的紀念方式 所以也會這樣呢 他們 to remember their dead relative 他們去世的 已經死掉的 這些親戚 他們要怎麼樣去 緬懷他們 應該叫緬懷他們嘛 所以the day of the dead 來把這個of呢 寫個的 然後第二個呢 要畫的地方 你們之後高中比較會考到 來方法這個了拉出來 寫一下 了加上一個形容詞 加這個形容詞喔 會變成這種特質的所有人 所以記住他的名詞啊 如果要考供詞的話 請你用r 為什麼 譬如說the good 就是所有的好人 the poor 所有的窮人 the dead 所有隔屁的人 所以記住the 加上一個形容詞 就是有這種 所有這種特質的人 它強調的是負數 所以呢 這裡的the dead 就是所有死去的人 好的嗎 來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be them in different way 這個呢 你們這一刻會像看到 一這個字啊 會看到三次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來第一個 see這個字 你先寫 一 它強調的呢 的確本來是看 那應該這種看呢 你可以是see a movie go to see a movie 要去看電影 就像小美人魚啊 就是政治很康 大家 應該說引起很多的爭議啦 因為畢竟小美人魚 在我們印象中 他是白種人 紅色的頭髮 然後現在呢 是真正的人 可是他是一個黑人 一個女生 那因為導演呢 最主要是因為 他歌聲太好聽了 所以就找他當 當小美人魚的主角 可是 膚色這件事情 倒真的引起不少人的爭議 所以看電影 叫see a movie 那watch呢 你可以 他也可以給觀看 所以他就可以等 watch a movie 也可以喔 所以watch TV watch a movie 是因為他強調的是 觀看 不過在這裡 他強調的是 看淡 所以呢第一個 你要知道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y 來自各個國家的人 see death 這個死亡這件事情 in a different way 好 那這個呢 等一下你們會看到蠻多 我一起寫 等一下你們要看到什麼 in costume 什麼意思 什麼什麼味 來寫個in 加個e 顏色 比如說in rhyme 其實就是穿著紅色衣服的人 第一種 他in可以接顏色 第二個呢 接穿著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後面接in costume 就是穿著那個戲服 或者特殊服裝的人 顏色 穿著 然後第三種呢 是語言 比如說in English 就是用英文 in Japanese 就是用日文 最後一種就是剛剛寫的 第四種方法 顏色 穿著 語言 方法 剛好這一篇文章 會用到兩種 所以你要先知道的是 這一個字 顏色 穿著 語言 方法 所以不同國家的人呢 對死亡這件事情 會有不同的看法 的確啊 有人就覺得沒關係 像現在更方的是什麼 生前的告別式 你知道就是你還沒死之前 你就先把你的告別式先做好 然後你就站在那邊主持 你就是很希望說 讓大家知道你 你真的離開了之後 會希望人家記得你什麼事 現在很夯喔 還蠻夯的 所以也因為這樣 第一個 把這個e圈起來 再來 in Taiwan 那在台灣呢 We still don't talk about it 來把這個at 往這個字的話 請問at指的是誰 deaf 對因為這個字 的確還蠻忌諱的 就像你知道你吃飯的時候 不能把你的筷子插 兩個筷子插在碗下面 欸不行喔 為什麼要就是半袋的那個蝦 那一碗大概就是要半你 你才會兩個筷子插在那邊 這也是一個忌諱 所以人們呢 對於死之間 所以大樓 四樓是最便宜的 四樓啊 就整棟大樓裡面 四樓是最便宜 因為它是四就是死 這個在我們的文化來說 是不喜歡的 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歡 聽到這個字 所以我們很少 去討論這件事 把seldon這個字畫寫個 逼後動前 還有一個 簡單 方中間 逼後動前 逼後動前 逼動詞的後面 一般動詞前面 所以我們很少去討論到 這個死這件事情 even on tune sweeping day 把這個on寫個 星期 日期 跟節日 那為什麼這裡是節日 因為tune sweeping day 我看起來喔 應該廣色看得到吧 tune sweeping day 就是清明節 你不能剛過完 就忘記了 過完很久了 對不起 tune sweeping day 就是清明節 所以即使在清明節 我們也是看看 行行去那邊掃墓 然後去拔草 去壓那個子錢 你們應該會吧 還是你們現在已經不是 就是都是去那個塔裡面 去拜拜有沒有 就是因為不同的方式啊 更老預備他們喜歡的就是 一定要一個棺木 然後一定要去一年 就是去那個 凸起來那個地方去拔草 拔完之後把那個子錢 拿石頭去這樣壓壓壓壓壓壓 就是讓他們 這是另外的一種起訴 不過因為 現在台灣 畢竟活的人都快沒有地方住了 所以他們呢 久而久之當然就要壓縮到 去世的這些人 所以就變成小小的一個塔 放在那個廟裡面嘛 再來 In Vasco 那在墨西哥 People celebrate the day of the death 來把the day of the death 畫起來 一樣 我們要怎麼翻呢 反正就是 類似我們的親密意見 OK了嗎 所以剛剛有寫到有沒有 第一個 了加一個形容詞呢 表示 他是這一群這種特質的人 所以記得他強調的是 複數動詞 複數喔 所以一定要用R 那第二個呢 把這個celebrate with畫起來 你要用什麼樣的心情去慶祝這個節日 所以with呢 剛剛有寫到顏色穿著語言方法嗎 來第二個寫個一 特徵 二 長相 三 配件 四 工具 不一樣喔 硬跟with最大的差別 希望後面記的東西不一樣 with呢 是特徵 長相 三 配件 四 工具 那配件大概譬如說穿著鼻環的人 有喔 第四個 工具 那這裡比較強調是屬於它的特色 特色 所以是第一種 他們呢他們的心情是開心的 明明趨勢的人一定不在世上 不過他們呢 反而是用開心的心情去慶祝這個節日 好 再來往下囉 所以再來 during the festival 那這個結晶當中 they also sweep two 他們也少破 那這個two呢 因為它是一個一個 一塊一塊 對不起不是一塊一塊 一 一 堆一堆 好不好 一 我不知道它的單位應該算什麼 反正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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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呢會找木馬 那會加S 因為累那麼多人 再來 but they remember their dead relatives in a lovely way 剛剛只是寫到嗎 顏色穿著語言 方法 有看到吧 上面用的是一種充滿活力的 讓你覺得不會四七層層的那種方式來慶祝 再來 two months ago 啊 這個ED的話 記得喔 如果一開頭 它就跟你說是 ago了 記得接下來的動詞都沒過去是囉 所以兩個月以前 I visited my friend Rosa in Mexico 我在墨西哥 我的朋友出墨西哥 I was there four 把four稱起來 是個表目的 我去到你的目的是為什麼勒 The dead of the dead On November 1st 好 再把這個on 剛剛你們有寫到嗎 星期日期 節日 他強調的就是日期 11月1號跟11月2號 那一天是屬於他們的親民節 我們講他們的親民節好了 We invited the ghost back to 我們要請什麼人 去什麼地方 一定是去 所以我們會邀請這些阿飄們回來 回來哪裡咧 To our world 歡迎他們回到我們的世界 所以剛剛你看到動畫有沒有 有三隻阿飄在那邊開來漂去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慶祝 怎麼知道我們會歡迎他們咧 We painted our faces 我們的臉上 就開始塗一些油漆 不能講油漆啦 就是反正一些 就化妝啦 And the dress up in costume 好 剛剛不是要寫嗎 顏色穿著語言方法 他是穿著 所以我們穿著的衣服呢 比較特別一點 Later 不久之後 We danced at the street party 來把這個at呢 寫個家 小地點 小地方 那我們就會在路上 在街道上去開拍了 It was so fun 那這個at was so fun 就要花一點時間寫了 來寫個一 人 是have fun 加安居 人喔 只能用have fun 而且他只能加安居 那如果是事情好好玩喔 譬如說傳說對決 因為聽說不是這個 這個東西有沒有好玩 請你寫東西 is fun 那我不是說嗎 你們有些人一看他的臉 就不吃就笑了有沒有 那這個人 is funny 就這個人很滑稽的啦 很嘲笑的啦 你們有一定有 你們一般一定都有 然後他們會講說按假設 譬如說 班上的50號一定是帥哥 假設我隨便 然後從班上的2號啊 1號啊 每一個 你們可以去Google搜尋出市場所 我會不知道 我真的不要忘記 好啦 所以寫下 所以這個人呢 問題就是他的頭髮呢 空氣很好笑 快點 快往下 再來 Back at Rosa Town 回到他們家的時候呢 There were flowers, candles, candy, and food on table 所以他們要準備的東西是什麼呢 所以他們回到這個地方 對不起 太小字了 所以啊這個 Flowers值得 他們講的啦 就是在墨西哥啦 值得說他們叫做萬獸菊 因為我們是黃色的菊花嘛 所以情人姐不要送我家菊花齁 還送我家白色 送我家黃色的 就是兩下就下去了 那Candy呢 通常是隻骷髏頭造型的糖果 所以這些大概都會是 你的那個死掉的那個親戚 他生前喜歡吃的東西 不過基本款就是 一定要有花油糖果 這個 其他就放他們喜歡吃了 再來 Profinitely cook a big meal 來把 Big meal 聽起來 Big meal呢 就是一頓大餐 那什麼叫一頓大餐 就是指非常非常豐盛 大概就是有肉有魚 有雞有鴨 你想得到的好吃的 for everyone 可是給誰吃 是每個人吃 畢竟我們都來了嘛 在endland 來把lain花號 我還是要提醒你一次喔 這次考試一定會考這個 能省的是lain 不能省end 因為lain它不是連接詞 不過它的中文意思翻成然後啦 然後呢 share touching stories or ther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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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把share with 換起來 之後呢跟我分享了一些 關於他們去世的這些親戚的一些 令人家覺得很感動的故事 再來 For Mexican 對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們來說 The day of the death is all above us 他們呢 其實他們的親民節 墨西哥的親民節 就他們的亡靈節啦 其實呢 他們是關於愛 而不是關於恐懼這種東西 就是感覺上啊啊啊 講到死好像有點點忌諱有沒有 沒有啦 其實也還好 好這個是科文的部分 OK嗎 然後上面呢這些 應該可以寫吧 我答案給你看 真的 我就不特別花時間講了 那你們呢 回去的時候就影片自己按暫停 你就看得到了 因為這個都是裡面的東西 好 停了 你會不會死了 有